丈夫刚停好车 太太竟然从天而降 新北市树林一名妇人 她发现家中的猫咪 快要从阳台摔下去 想要赶快去救猫 结果她手刀冲过去 却没注意到地板湿滑 失去了重心往前飞扑 竟然从三楼的住家坠落 砰的一身先撞到了遮雨棚 接着重摔到小黄的挡风玻璃上 不过这辆小黄计程车 刚好就是她太太这个 这名妇人她先生的 继承车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老婆会从天而降 而丈夫的车 刚好缓冲了力道 等于是救了老婆一命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套天坐后院角落 窜出果苗 活是烧的猛烈 没有我气不够了 家里有没有住家有灭火器的 借一下 有没有住家有灭火器的 糟糕了 灭火器不给力 灭不了火 远景赶紧冲出门 找左邻右舍当救兵 等一下有灭火器 小支的不够啊 喷不够 喷喷喷不了 起伏点疑似是 民宅后院的洗衣机 怎么会突然冒火 原来是天气冷 衣服难干 屋主洗衣机 烘衣机同时催垒 一边洗一边烘 洗衣机怎么会烧起来 因为我刚才用烘烂机 连远景也杀验 因为屋主疑似使用延长线 专家说 烘衣机属于高功率电器 一般延长线大约负荷1650瓦 洗衣机410瓦 烘衣机1200瓦 同时开启等于1610瓦 就达到临界点 加时加上电线老旧 更容易起火 天冷红衣不成 差一点连家都给烧了 记者彭志明 许与文武彭新 苗栗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 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才要开启小铃铛喔 你会冷吗 不会 不会喔 好 那你先跟哥哥回去好不好 冬夜里天气冷嗖嗖 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桃园城公街附近 有一名五岁男童 放学后从幼儿园走丢了 父母的联络方式 也一问散不知 你可以跟哥哥报路吗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以跟哥哥回去一下吗 冤警哄着男童上警车 先把他带回派出所安置 原来这所幼儿园 用APP通知接送讯息 家长在路上误用APP通知 可以把男童接回家 男童到办公室看不见爸爸 趁老师不注意 自己离开幼儿园 靠着记忆 想走回内地住家 从东永街一路走了三公里 最后再称公街迷路 虽然男童顺利回家 但幼儿园疏忽 让男童独自走出校园 已经触犯法规 幸好热心民众和警察帮忙 才让男童平安和家人团聚 记者在文宇轩 桃源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前方对象连接车 疑似视线死角 撞上车前摩托车 人车倒地后 又被卷进车底 惊悚画面 让81岁骑士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他的女儿孙女赶到现场 痛苦失声 老人家被连接车撵过 上半身血肉模糊 家属无法接受 事发在苗128县 与通宵交流道口附近 当时老人家骑着机车 遭后方连接车 碰撞后倒地 整个人撵进车底 又被撵压拖行 造实驾驶原本以为闪过 没想到还是发生不幸 我没有注意到他 这边的时候 我以为我闪过去 结果 警方调查连接车驾驶 并未酒驾 疑似为保持安全车聚酿货 追撞前方机车骑士 老人家躲不过死劫 因此惨死轮下 记者彭志明 徐玉文彭馨 苗栗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任务 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掌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扫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